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晚上都这个无所谓 人数都不多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不关键 关键的是你们真的在听 基础语法之道 学完了装饰器跟魔法属性 OK 那这个基础方面我就不啰嗦了 好吧 我们就直接跳过这部分基础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界面 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爬虫 那爬虫的话你们多多少少应该都有了解过 对吧 它是去采集我们这个网络资源 那么它的一个本质呢 是去模拟浏览 模拟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要来到这个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 去抓这些视频的一个数据 好吧 那么怎么抓呢 我们首先的话呢 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 调出这样的一个network 好吧 然后在network里面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请求 你们知道请求什么东西吧 有没有不知道的 对吧 有没有没有基础的 有的话记得跟我说一下 我会按照这个去讲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network里面会出现 网络所有的一些请求 那么我们在这个network里面呢 要去抓的一个包 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些内容 明白吗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这里面数据会变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好吧 那总之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network里面呢 要去抓到这个 关于视频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怎么去抓到 这个视频信息呢 来啊 把这个标题给它复制一下 好吧 复制一下之后的话呢 点击这个搜索 然后呢 把刚刚复制的内容 粘贴进来 我们进行一个回车 就没找到我们的内容 他没找到 对吧 可能是这个文字 有点小问题 但是没关系 不重要 那我们换一个 这个方式我们没有办法抓到包的话 我们可以换到这个XH2 对吧 像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个数据呢 它是属于是一个动态内容 属于一个动态的一个数据 好吧 那动态的一个资源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XH2 它是一个动态数据抓包的一个 一个筛选工具吧 好吧 我们可以点下它 好吧 点换到之后 这个里面的一个数据呢 就给我筛选了很多很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去选择 选择性的进行一些查看 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对吧 点击完它之后 在这个右边的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请求的一个详情信息 明白吗 比如说它有这个URL 对吧 有这个preview 这个数据的一个内容 Network怎么打不开 不会吧 你按住这个F12 或者说你右键点击检查 对吧 实在不行的话 还有这个三个点 三个点里面有更多工具 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对吧 实在不行 你还可以用这个 看到没有 反正方式很多种 你打不开不应该 这个也没有限制 不存在说打不开的 老师你们课程会教 QT图形界面吗 我们现在是没有教这个QT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教了 今天算加班吗 没有 今天正常上班 好吧 然后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就筛选过了 第一个很明显 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点到preview里面 你会看到 这个很明显 它没有这些标题内容 也没有这些链接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往下面去进行一个筛选 好想它 那它也不是 对吧 那就一直往下面去找 OK 找到它做的话呢 这里面其实它是有数据内容的 只不过我们要去对比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的 对吧 当我们展开之后 你发现它就是这个美食游戏音乐 什么什么巴拉一大堆 对吧 其实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对吧 就是它 所以的话呢 这个数据包也不对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面去找 好吧 往下面去找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啥 对吧 当我们展开之后 你发现好像这个 跟我们的一个数据 就有一点关系了 对不对 跟我们的数据 就有一点关系了 对吧 好像是有很大关系 这个我们先暂时放着 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继续往下面去看 这个美食也不对 反正找到一个 你觉得很对的 觉得就是这个数据的 一个数据包 对吧 当然这个应该是 对于我的一个理解 它应该是第二页 对不对 应该这个数据包的一个第二页 应该也是当前这个数据包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像这个应该也是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三个 这三个其实都是我们那个数据包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确定了 去确定今天要去抓包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你可以看到 这个标题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标题 对不对 有一个 我来找一下 怎么找不到了呀 看 对不对 就这个 F12没有反应 按下Ctrl Shift加I 没错 有些时候你的键盘 你电脑你是笔记本吧 笔记本的一个键盘的话呢 你按F12可能 没有办法直接掉出这个数据 可能F12是你自己电脑上有一些 有的一些工具 你可以尝试按住那个FN 就是那个Ctrl旁边的那个按键 然后再加上这个F12 好吧 这应该是你的电脑的一个原因 好吧 那我们要去抓这个数据包 其实就是它了 我们要去发送紧急的一个链接 也是它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 给它先放下来 我们的思路分析 也就到这里 好吧 这个我们数据已经找到了 它就在这个链接当中 OK 那关于思路分析这方面 对吧 大家 有基础东西应该没问题吧 按FN关掉自己的一个快捷键 没错 问题吧 有问题提 有问题 你尽管提就可以了 好吧 我会详细的跟你讲解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会一直往下面去讲 你反正在这里听着 可以吧 OK 然后的话呢 这个思路分析 我们搞定之后的话呢 就是代码的一个实现 当然这个我们只是说 把这个视频的一个ID 给它拿下来 对不对 并没有说把这个视频 给它下载下来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去下载视频的话呢 待会儿我们还要去分析这个下载视频的一个链接 好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实现代码 代码实现的话呢 那么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是发送请求 就是去访问这样的一个网站 对吧 第二个的话呢 是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好吧 然后第四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我们之后要下载视频要做的了 我们这里第四个步骤 我先不写 好吧 我先不写 我们待会儿再去操作 先完成这三个步骤 那么发送请求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一个request 这个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帮助我们可以去发送请求 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吧 你们如果说没有安装 同学记得自己去安装一下 都会安装吧 都会安装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OK 那么对于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 idle应该是可以的 不能是get 是一个post的 好吧 post的 我们是使用这个post的一个方式 去发送请求 那么发送请求 在这个request method里面 你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post 对吧 那这个post的话呢 看到没有 为什么不用se发送请求 直接回话 写post的话呢 用这个request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使用到一个url 使用到一个url 我们把这个url的话呢 给它放进来 可以吧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发送请求 当然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去携带一些 对应的一些内容 好吧 比如说的话呢 是这个 这个data 我们给它拿到 我们这个data的话呢 要给它加进来的 首先的话呢 构建一个data OK 那么我们来 把这个data呢 给它放进来 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吧 那么这个data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的去构建好了 好吧 老师这些基础排中都学会了 进阶应该学什么 这就是进阶啊 好吧 把这个框架啊 就你基础掌握之后的话呢 是学习框架啊 好吧 就掌握之后学框架 啊 学这个 学这个啊 学这个 帆帆扒 啊 以及这个 接持逆向 好吗 先request 麻烦地加个 爱字21 加个爱字21 然后爱字一个21 对吧 然后下面又来个 import21 完了 对吧 到底谁是21啊 你是21 还是我是21啊 人傻了 哎呦你们真的是啊 不要瞎搞啊 有些命名你不要去乱命名啊 这个data格式和那个headers的格式一样吗 headers你要去准备一个啊 对没错啊 headers的话呢 我们也要准备一个 啊 headers我们来 给他拿一拿吧 好吧 copy一下啊 嗯 headers由于他太多了 我们只是用正则啊 好吧 他太多了啊 替换一下啊 好吧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 可以删的给他删掉就可以了啊 好吧 留 大概这么一些就可以了啊 留这么一些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data和那个headers全部给他加进来啊 headers等于这个headers 还有这个data 也给他加进来 好吧 将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点一个json啊 去取到他里面的一个节省数据 对吧 当然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不获取啊 我们先来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啊 我们通过print去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啊 啊 来吧 啊 嗯 好啊 看到一个response200 对吧 那就是证明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执行下面的一个操作 获取数据啊 OK 呃 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使用response点一个json就可以了啊 直接点一个json 因为它的一个数据 其实就是一个json格式的 对吧 我们点json的话呢 取出来它就是一个字典 那么它是字典的话呢 就没问题 对吧 我们可以用建制队去取值就可以了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吧 那这个这个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取到的它的一个 里面的一个id啊 老师课程后面应该有jango搭建吧 我们是没有去教jango啊 我们是教的flask框架啊 教的一个轻量级的框架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就在全站当中我们会教这个 这个flask框架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哟 又200了啊 好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在 呃 教学功能当中会带你们去做的两个东西啊 嗯 第一步下载 微秘圈 第二步搜索9581576 不是 1570啊 这个数字记住啊 不简单 哈哈 记住啊 不简单啊 嗯 好吧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获取到了啊 我懂啊 你懂啥 你不懂啊 小孩子懂什么懂啊 好吧 然后我们执行第三个步骤啊 去解析数据 好吧 去解析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好吧 那对于解析数据的话呢 诶 少了一个A 不好意思啊 OK啊 那对于这个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通过建制队去取直就可以了 对吧 那建制队的话呢 你去对照这个里面的一个preview 那更好 可以更方便去提取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提取这个里面的一个data 对吧 那去提取这个 这个啊 然后还有 里面的一些内容吧 list 对吧 提取到这个列表 那我们用一个data list 通过一个放讯环 循环一下这个data list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去再去提取啊 再去提取 提取里面 嗯 什么内容我们先不管啊 先把这个title给它拿到 好吧 标题肯定是需要的啊 这个想都不要想 对不对 嗯 嗯 以外的话呢 就是我先 要不要透个底 还是直接给你们讲那个 直接给你们讲那个视频吧 好吧 可以吗 还是说我们先把这个 嗯 先把这个oid拿到吧 可以吧 先拿oid吧 总共拿这两个东西啊 然后一个是title 呃 title的话呢 我建议是 再加一个东西啊 title我建议你 再加一个东西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title的话呢 它不一定 它不是唯一的 明白吗 就如果说你 当你爬多个视频的时候 你发现 哎 不对劲啊 它有一些标题一样的 懂吗 你看这个 它的标题就一样的 对吧 就如果说我要爬同一 把它爬这两个视频的时候 它给到我的标题都是一样的 那它肯定会覆盖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呃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外面 再给它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呢 加这个吧 好吧 加这个media id 可以吗 就把它加上去 可以吧 我们把它加在这个后面啊 给它转一下类型 可以吗 啊 你给它加在这里 那它就不会出现说 重复的一种操作了 对不对 好吧 然后呢 把这两个拿到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啊 先不管它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tetle 以及这个oid 可以吧 OK 那么拿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啊 来到这个神秘的视频啊 比较神秘的视频 我们来分析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所在位置 那么我们首先刷新网页 嗯 还是跟刚刚一样的这个抓包方式啊 你去选择这个XH2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它会给我们去筛选一些数据内容 那对应这个数据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筛选的其实就是这个视频 对吧 就这个视频呢 所在的一个位置 OK 那当我们把这个内容展开之后啊 其实它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些信息 对吧 就本站的一个信息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就这里面有没有这个视频的URL啊 有没有视频的地址 来找一找就可以了 如果说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确定这个视频的数据包了 对吧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还得去 你看到啊 有 对不对 它是有的 那么就证明没问题 是吧 这啊这啊这我他我 没问题啊 怎么制作自己的API接口解析 和那些会员的网付费地址 你要学习两部分知识点 你要学习两部分知识点 首先你得先会爬虫 对吧 你得先会爬虫 先能爬他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的话呢 你再自己去搭建一个服务 比如你在后面 在后续再学这个flask框架 好吧 再学两部分内容吧 就可以去做这个东西了 可以吧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 就你可能要学爬虫 跟那个网站开发 好吧 你这个还要黑客技能 会员地址 爬虫费的话 你得先需要有那个 有权限 有权限 反正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怎么怎么做 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好吧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OK 那这个地址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 等一下啊 这个链接有问题啊 对吧 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里面这个page page不对劲 page的话呢 是什么呢 对吧 当我们点击之后 这个page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oid 对不对 它page里面会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去 采集下来的一个oid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要构建一些信息的时候 包括这个链接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构建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个链接给它拿下来之后 把这个page先给它干掉 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oid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正常啊 正常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它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 info url吧 好吧 用一个info url 那ok 这个内容我们刚才准备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对它去发送请求 对吧 那这个是下面的步骤啊 解析数据以后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发送请求 对不对 这个是针对于啊 针对于这个视频详情页 不对 不是视频详情页啊 视频的一个链接接口 去发送请求 对吧 生成 对于针对于生成视频的一个链接接口 发送请求 对不对 我们下面的话呢 就可以去通过request 我们先把复制复制一下吧 好吧 然后我们使用到这个request点get 不对啊 不是点get 我怎么老师习惯性的点上了一个get 这边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点post的 因为它的一个方式啊 是post的 所以我们只能用post的 明白吗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使用post的话呢 也要去传入一些信息 它的一个url 除了url以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data 对不对 这个data我们也是需要传的啊 但那个headers的话呢 我们直接拿上面那个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吧 不对啊 这个是一个 我们用data1吧 老师讲的有点快 就今天这两天总是有人说我讲的很快啊 是你超 算了吧 算了吧 把这个headers呢 都给它传进来 还有data也给它传进来 好吧 data等于data1啊 注意啊 这里是data1 你不要上面传的是一个data 然后下面呢 也传一个data 这样是不行的啊 对吧 这是肯定不行的啊 明白吗 老师如果学历低以后就业选择前端爬虫 还是人工智能数据开发哪个更好 友好一些 人工智能首先是你不用去想的 你是想都不用想的 人工智能 好吧 直接丢一边去 明白吗 如果说你学历低 我建议的话呢 是 是这三个方向啊 啊 这三个方向 呃 因为总共对于pass来说 你去就业的话分为 可能大致分为四个啊 大致是分为四个方向 对吧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 我们 港位比较少 我们就不去多说 好吧 呃 首先的话呢 是爬虫啊 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啊 爬虫啊 以及这个网站开发 对吧 还有这个数据分析 以及人工智能 那你如果学历低 那首先第一个 你要排除什么呢 排除人工智能 你想都不用想 你不要去学 你也不要听别人说啊 你学历低 你也能学 对吧 你就排除它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个 好吧 那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数据分析 网站开发 以及爬虫 好吧 爬虫真的有公司要吗 这是什么 你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对吧 那时候我就跟学历比较低 我把学历放到高中 对吧 这是什么 对吧 初中 这个兼职 我们就把它放一边去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是初中 初中的话呢 你可以选一个不限学历的 你可以选一个不限学历的 好吧 但其实重要的啊 对于这个岗位比较重要的呢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技术吧 好吧 如果说你是初中学历 那你不仅仅是找开发难 你不仅仅是找开发难 你找什么你都难 你看吧 你找什么你都难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的技术足够 如果说你的技术足够 足够它的要求 顺便你还超了一些 对吧 比如说他 你要找这方面的工作 对吧 你的一个技术 能够符合它的一个要求 并且你还能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那么他可能是会要你的 你看吧 这个就是对于编程 对于开发这个岗位的一些东西吧 好吧 你看吧 说实在的话 像这个学历方面的话呢 是的 学历方面是这样的 你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什么呢 对吧 你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你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你是不怕没饭吃的 对吧 活好能干 对吧 谁那么活好啊 对吧 然后第五个步骤的话呢 是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 对吧 学历不重要 如果说你真的是学历很差的话 像一些大公司 你是肯定去不了的 你看吧 这个你是肯定去不了的 那像一些小公司 他们可能是不会看中你的一个学历的 你看吧 一些小公司 他是不会看中你学历的 他只是 他要求的就是你能够做事情 懂吗 这个就是 一些公司方面的一些选择的一些问题吧 前提就是你有技术 那么你学历就算再差 其实你去找工作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你看吧 一些进一些小公司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没问题的 对吧 因为我之前的话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当然不是我 我真的是有一个朋友 对吧 他本身他是 他也是初中毕业 他也是初中毕业 然后他现在从事的是开发 从事的这个全餐开发 工资的话呢 一个月一万多 对吧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学历 怎么学的 就正常学呗 能怎么学 对吧 学的话呢 都是 你可以去选择系统学 对吧 你也可以自己去 当然如果说按照你这样的一个水平 你自己去学 可能会 可能还是有点难受 对吧 他当时也是选择了一个培训班去学的 这个是很实在的 他当时也是选择了一个培训班去学的 但刚出来毕业 他是 他找工作 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吧 这个说实在话 也是有一点难度的 对不对 就刚毕业 你没有学历 你不管你找任何工作 他都是有一点压力的 但是当你之后 找了一家公司 你进去之后 你干个一两年 你再去 你再去 你再去干嘛 你再去跳槽 你再去干嘛干嘛的 对吧 其实学历这方面 他就已经无所谓了 甚至什么呢 对吧 甚至以后的话呢 你就算是 对吧 你都可以自己提升一下学历啊 对吧 你稍微去提升一下学历 又怎么了吗 对不对 你稍微把你学历提升为大专 一大把人要你 对吧 甚至你去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吧 有了项目经验 对吧 主要是他能做事情啊 对不对 你要说啊 你招完你过后 你不能做事情 有什么用呢 你学历再高有用吗 对吧 你要说啊 老师我是哈佛毕业 对吧 我是哈佛留学出来的 我毕业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 我 我不会Person 我也没有学过任何编程 但是我就是想要去找 开发岗位 你说他能要你吗 对吧 他肯定不要你 当然他要你的话呢 就是 你来做这个 你来做这个 你别做开发 你做什么开发呢 对吧 你做那个 对吧 肯定是不会要你做开发的 这个想都不用想 是吧 进去扫地 OK 然后第五个的话呢 是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个Vispons1 点这个Jason 好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 Jason Data 一个 好吧 然后提取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地方啊 在Preview里面去提取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提取这个Data 好吧 提取这个Data 然后的话呢 往里面去取就可以了 老师怎么加你的微信啊 我的微信吗 你加吧 当然加木子老师微信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现在是上课时间 所以说我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我们取到这个 不要烧了 老师 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取到这个高清 取到这个高清 其实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注意事项 有一个注意事项 因为有一些视频 它是没有高清的 对吧 有一些视频 它是没有高清的 那我们需要去取到这个高清的 需要取到画质最高的 怎么取呢 我们要取到画质最高的 怎么取呢 来吧 我们取到这 通过一些方法 去取到这个画质最高的吧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去取到这个 里面的一个list 先把它转成一个list吧 好吧 转成list的 我们要把它里面的一个 键啊 kys 把这个键给它 转成一个列表 明白吗 转成列表以后的话呢 我们去取到 我们来 先来看一看吧 点print 好吧 先来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 对吧 就是 只要它是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一般都是最清晰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取 可以取里面的 这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 第一个元素 对吧 我们可以来一个0 那就可以取到 这个高清的 对吧 那不管它是高清 10101080的 还是720的 那我们这个 反正可以去取到 最高画质的 对不对 那它取到最高画质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个玩意儿 去取它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取到 最高画质的 不管你怎么样 都是最高画质的 对不对 然后它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videoUIL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videoUIL 的话呢 给它打印一下 好吧 来 我们右键运行 看一看 对吧 这个链接的话呢 就给到我们了 可以啊 它是那个 它反正就是一个 HTML的一个页面 那么Person的话 它就是针对那个玩意儿 针对那个页面 去进行一个解析的 所以说可以的 放着木质 老师不加 你咋想的 可能有些人 有些同学就是 对吧 天生不尽女色 天生不尽女色 对吧 有的啊 有的 我知道 HTWS 把这个前面的一个链接 给它加上 老师 我现在已经在培训班了 后端学完了 现在准备学JavaScript的 你是学的Person吗 你学了还在 你走出教室了吧 同学 我 准备学JS啊 可以的 然后把这个链接呢 我们要去 发动请求 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要去发动请求 这个就是 没有意见老师 你是在线上 还是在线下呀 Head是怎么写的 就这么写的 线上线下都有 是吧 这样 线上线下都有 好好学吧 对吧 都已经报名了 你就好好学 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 解析数据 然后第七步的话呢 是保存数据 怎么爆出啊 然后对于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给它放到这个下面啊 这个下面的话呢 是第六步 解析数据 好吧 同学多报一个班 同学多报一个班 把扎实一点 多报一个班啊 你要是嫌这钱多 我没别的 我要说我就是钱多 可以 我欢迎你 我欢迎你 对吧 我就是嫌钱多了 我想再报一个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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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对吧 但是 没必要啊 没必要 对吧 比如说本身 你自己就已经学得很扎实了 你再报一个班啊 然后呢 我们接收一个 接收一个什么呢 接收一个数据啊 这个是video的一个data 好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位置open 来进行保存数据 好吧 首先的话呢 这个tattle 我们给它拿一下 把它保存在这个vd里面 前面拿一个f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点一个mp4 好吧 wb 对吧 就可以了 add一个f f.rat 把这个vdata 给它省进来 就可以了 还不 还不如把钱封装成 拜师费给老师 笑死了 好的 然后 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了 哦 这个链接它是有问题的 老师你带涂地吗 什么涂地啊 这个链接 真有问题吗 哦 哦 不好意思啊 没叫这个冒号 没叫冒号 哎呦 我们 VIP VIP学员就是徒弟 我只能这样说了 VIP学员就是徒弟 好吧 有两个 有两个同学加了我 一个是皮卡丘 皮卡丘是哪位啊 哦 对你啊 还有一个是天赐 天赐应该就是那位同学了 哦 天赐是常德的 你现在多大呀 十九啊 可以的 你现在学的怎么样呢 嗯 用Xpass的一个选 用Xpass去提取属性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css css的话是attr 然后里面写一个属性名 就可以提取这个属性的一个值 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是可以直接去用Xpass 也可以去提取这个at一个属性名 就可以提取这个属性 没有私教吗 群里有个想嫁给你 是复佛吗 能直接给我买卖巴赫的那种吗 如果不是的 请一边去 这个数据有问题啊 同学们 我们在里面再加一个东西啊 因为刚刚我们忘记把这个ID给它传进去了 同学们忘记把这个ID传进去了 好吧 所以说你会看到我刚刚直接懵逼了啊 他们都是一样的视频 不对劲啊 删掉删掉 重新爬啊 重新爬啊 本来只是谈钱啊 非要搞到感情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华最美好的关系 就是师徒关系 反正这个 对于编程这个行业的话 反正每一个人都是学生 对吧 宋青 宋青